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这样子 这个漏针我先看到最大化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2020年24个漏掉 逼干第一季 它是在几月份漏掉 如果以季来去看的话 它是2020年季度四的地方的时间漏掉 因为它还未满 所以我再往下 你可以拉到最右边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季度四的 这个是11月12月还有1月 就是这边是相对比较多的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这边会比较多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不重要的 就是可能才刚有身份证字号 还没有对起来资料 因为我觉得你要追踪 还不如追踪这个10月的这三个人 9月的这三个人 会比你追踪后面这些更有意义 这样拼得懂我的意思 好 所以我现在我要划分 我要划分 把这个时间点之后 我通通不去做计算 所以第一个方式是用筛选 所以我先把这个关掉了 我想要写一个小小的小小的一个分类 就是判断说这个时间是不是在今天之前的60天 可以了解吗 写一个小程式就是说这个时间控制点 所以我现在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说麻烦请现在滑鼠右键 我只留下不是这60天的人 在这整张报表里的计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还不如算这个年龄 其实我已经帮你们算完了 叫做年龄 年龄 就是 就是 这个怎么算呢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年龄 有看到吗 这个函数的定义就是说 这个小朋友 他出生 今天开始算他的生日 他出生几天 因为我要拿捏的很准 所以我只能用 例如说今天减去出生日期二 各位 这是不是他的出生天数 对不对 我是拿这个出生天数来去做分界 你有没有看到 我是不是针对每一个小朋友的出生天数 不然我们把这个年龄 把他改成那个出生天数好不好 来游标请点这个年龄 然后请把它改成出生天数 那怎么改这件事情 就是请你点一下这个年龄 然后请把他把点到他之后 这边资料编辑列 以色列也叫资料编辑列 请把那个年龄改成出生天数 那个零请留着 请问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算出来他到底现在出生了几天 我就有每个小朋友出生的天数 然后接下来我去做分类 针对出生天数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年龄 把年龄换成出生天数分类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是分类 我现在在做分类 我希望新生额做一个分类 好 来麻烦请点到年龄 请把他改成出生天数分类 好 我们现在就要算咯 因为我希望等一下 我们做完这件事情 是大家都可以用 请问一下 请问我这个 我这个value 从今天减去出生日期 如果大于我觉得不是2190 你知道365乘以6 答案就是2190 对不对 对吧 可是 可是承办人员给我的资料 只有 就是这6年的新生额 各位应该可以知道 2016到2021 对吧 12345 再讲 反正大概足5年就对了 好 所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6岁以上 然后接下来这边 大于1825 这是5岁 大于1825 这是5岁 可以听懂 好 请问一下 1825要不要加 要不要加 30天 我觉得要加30天 因为 假设你今天是 1月11号去下载 那个下载 可是你1月12号 你不会下载 对不对 那个Today会一直在 一直在 一直在变 听得懂 所以我觉得 请把这个 1825改成 1855 就是我们最多给他 一个月的时间变化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再接下来 那 一岁 一岁 你要增加 你要增加 也是30天 所以麻烦请把 这个365改成 395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 因为我希望你 到时候做出来的资料 是要都可以使用的 然后再过来就是出生 不是零天 是我们刚刚说的60天 好 以及假设他不是 就是 因为我现在设的追踪就是 两个月 然后 1岁 还有5岁 以及6岁 但是没有6岁了 好 接下来按一下 Enter键 我们调整好那个时间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请做 请做一个就是交叉分析筛选器 也就是一个分类器 分类器 好 来请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麻烦请勾什么 请勾这个出生天数分类 就我们分成这四个分类 我稍微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只是一个分类 而且这边就只能选择一种 哪一种 就是未满一岁 应该不是要点未满一岁 应该是要点这三个才对 应该是要点 一岁的 六岁以上的 还有其他 就是只有一个叫未满一岁不能点 因为他的一个条件限制 条件限制是 你点了这些才会有显示出来 好 等一下 我们现在有做到这边吗 好 跟老师有点不一样 好 等一下 哪里不一样 我能不能先知道一下 比如说我的出生分类只有一岁 六五岁 以上只有两岁 我没有其他 你没有其他 好 我只能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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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那个 RHEPB-E 有没有把它给灌掉 就直接灌 叉叉点一下就好了 因为那个方式不好 那个方式是写实的 好等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字放大一点好不好 我们先把这个交叉分析 因为你到时候 你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给别人看 这个字都太小了 所以我们把它字稍微放大一点 你记得 其实你就在选这些东西 好 来 请点到这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我现在要想办法把它格式 字变大一点 那就是格式 请问在视觉效果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点选视觉效果 因为这张图的视觉效果 是交叉分析筛选器 底下的格式 好 这个叫标题没有问题吧 这个叫标题出生天数分类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麻烦麻烦请把 这个叫做选取控制项 选取控制项 请把 以Ctrl键进行多重选取关掉 因为你要知道 假设你今天把这个档案寄给你的主管 他用平板 平板没有Ctrl键 你刚不是Ctrl键在那边 可以选不同的选项 我们不用了 我们每一次的选项就是单选 然后接下来请把全选打开 就是这个要关掉 Ctrl要关掉 全选要打开 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全选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方便跟着全部一起来看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这个是选取控制项 先把它缩小 接下来我想要讲 因为这个标题字也很小 对 所以可不可以把这个标题 这个项目我们先做项目 项目就是下面这几个项目 什么全选以税什么 请把项目打开 字设大一点 设到18 然后接下来还有标题 标题项目的下面就是标题 你可以把标题打开来 标题文字 出生天数分类 稍微设大一点 那你会说这个出生天数分类是在哪里 它其实在一般里面 它其实好像是在一般吧 还是在 这个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 它放在交叉分析这边 好吧 那我们就把这个字变大就好了 交叉分析里面的标题文字放大 我们的标题就关掉了 我们刚刚下面做这个标题就先把它关掉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你 你稍微让别人方便选取 我觉得这很重要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是全选 这是全选 然后我现在要关掉未满遗税 就是 60天内不计算 好 那我就蛮好奇了 这个人是谁 对不对 2021年的四个人是谁 我们来去看一下 好 这等一下我们都要调整哦 因为我跟你讲 这张你要是懂后面这几张很快 我们都可以调整好 好了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勾了 一岁 六岁以上 以及其他 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他 重点是这个四个人是其他 我想要知道 这个其他到底是怎么了 反正不是一岁 也不是六岁以上就对了 各位知道一岁我定义是 三百九十五天以上 小于一千八百多天以下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这个其他了 其他 好 各位 各位 我们现在在空白的这个地方 我刻意把这个稍微缩小一点 把这边缩小一点 把这边缩小一点 这边我们放大 我要准备去放那个表格 表格 好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请点表格 因为我们也要建立这个名册 名册 我们来去看到底这个小朋友没有党 没有党 好 请点他 然后 在栏位这边 我们基本上一定是要有身份证字号 身份证字号 然后还有姓名 所以怎么样去把这个标题稍微变大 还有他的他的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项目字变大一点 那是不是一样到视觉效果底下的格式 又来了 这边是不是有 有 有 直 直 来 请把直大小设大一点 这是直 可以吗 身份证字号 然后姓名 姓名 姓名 然后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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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跟第一季有关系的 就是RHEPB-E 所以请勾 请勾这一个 栏 可是现在这个RHEPB-E 请点回来 请点回来这个栏位的控制 请把RHEPB-E 改成什么 原本的日期 标准的日期 就是年月日 标准的年月日 就是2019年1月7号 好 我们来去查一下 现在是全部资料都在这边 现在是全部资料都在这边 可是 我只要B竿第一季露针的这四个人 所以请点他 可是出来的不是四个人 没有啊 你看一下什么 因为我们 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用的是什么 因为 我跟你讲 我们没有错误 就是说 因为我们去识别之后 去识别之后 我们刚刚这边是用什么来算的 身份证字号 2021年的时候 这边有1234 是不是四个是空的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因为去个资 所以你已经看不到那个真实的情形了 但是如果你这边身份证字号 请问身份证字号会不会重复 不会 可是他这边都在重复 A133 然后后面接六个新字号 出现了两次 A233出现了 那个后面六个新字号 出现了四次 为什么 你们知道吗 相同地区 相同地区 那个码一定都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只是大概告诉你们 这个资料这样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观念 请你们一定要知道 因为否则的话这个明册 明册这边就是你要去追的重点了 但是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要追的是这些人 你要先从2020年漏打的这些人 开始追踪 有听懂吗 那你一定会说 这个人 RHEP他有打 对不对 但是因为这边的身份证字号 全部都统一了 都是长这个样子 只要这个是 这代表说一个人 你看 因为我算的时候是拿身份证字号来算 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的 这一个 这一个 RHEPB 確实它是空的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 所以刚刚 刚刚也许你们看到那个筛选 用固定日期来去做筛选 这种方式是不好 一定要听懂 但是他其实也没有算错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这个A133 好 不过 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计算才是对的